每逢假日下午的時候 覺得非常多遊客在那邊野餐啊 放紅燈什麼 如果要拍攝的話 人就是站在柵欄前面 穿書中啊 很貴的 購買非常好 超好吃的吧 看起來是這個點呢 好吃嗎 好像很好吃 鹹甜的 買完 來隔壁拍照 這個就是一套的網美行程 蠻快閃的一個景點 吃飯吃飯 那我原來不是來這裡 沒有 沒錯沒錯 這裡就是環境清幽啊 建築很注重敏感 是百年木造異戰 走了 大家好 我是阿蠻 今天呢 帶各位去雲林 一字遊 十個景點 ok 不要播放就出發第一站 go go 過了大橋 好我們就來到了 雲林的西螺 也就是我們今天的第一站 那這裡就是有一個廣場 之後這裡有非常多的藝術裝置 像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還有我們最熱門的西螺媽祖 無心宮 這個也是 然後 這個點是 歐美景點的一個點 就是跟媽祖合照 之後你的背景就是西螺大橋 這樣 這個位置 還有我們西螺非常有名的 瑞醬油 應該大家都不陌生吧 還有一個歐美景點就是下面的 天外奇蹟那個造景 我們下去看一下 這裡越來越進步了 規劃的設施越來越多 像左邊這邊就是有一大片的草皮 每逢假日下午的時候 覺得非常多遊客在那邊野餐啊 放風箏什麼的 這一個這一個 這個建築物最近也很多人拍 如果要拍攝的話人就是站在柵欄前面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第一個點 接下來我帶你們去西螺市區 吃個非常傳統的美食 ok 出發第二站 go go 這時候我們進了第二站 帶你們來吃西螺的高頂粿 這個才是道地的吃法 就九成果一份 然後再一個綜合湯 讚 謝謝 這個就是九成果 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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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綜合湯 裡面有水 就是肉皮 還有我們一起吃 這樣 試一下湯口 很清甜 然後胡椒味很重 這就是它超Q的 這就是它超Q的 它這個吃起來就很像碗粿 然後它裡面的醬汁是有蒜泥跟油蔥酥 醬汁就稍微甜甜的 然後油蔥酥就有點脆脆的這樣 那花桂的口感非常好 不是花桂 是九成桂的口感非常好 這個桂一定要沾上滿滿的醬 好喝 這樣一份九成果 跟綜合湯 五十啊 各位 什麼就是黃板醬啊 這種店就是要比日來啊 夏日來還要排隊跑到死啊 十二口 裡面還有豆腐啊 剛才少說了 好喝 完食 好吃 吃完西羅人的早餐 我們再去西羅市區買個我最喜歡吃的 西羅大王麻糬 OK我們現在來到了 真的西羅馬蜀大王 菜單 菜單 大馬蜀 這樣 這邊找你三百吃 好謝謝 謝謝 謝謝喔 這買完了 超好吃的麻糬 啊我吃的都是吃這個DIY這種白色 因為我不喜歡裡面有配料的 我喜歡沾這個花生粉跟芝麻粉 買完麻糬大王我們要去千巧谷牛樂園牧場 然後從這裡出發到那邊大概二十分的車程 OK我們出發 我到了 這是平日的車場 那邊應該也是吧 沒什麼人啊 沒什麼人啊 第一次來 喔 看現在外面有貼的格 他平日是早上九點到晚上七點 假日是九點到八點 最重要的是他免費路緣 然後我在網上看他好像有賣很多的烘焙料理 以及一些牛乳製品 我們進去看看 我們先去尋找IG網美景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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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法巧克力屋 魔法巧克力屋 然後這邊是PIZZA的 然後我已經找到了他的IG網美景點 就是 牛牛的家啦 前面啦 然後要拍那個餵牛的畫面有沒有 對啦 這裡啦 這個地方是最多人拍的 平日來就是不用等啦 想拍什麼就有啦 帶一下這裡有 類似人造磁場的造景 哇 現在牛牛沒有出來耶 喔 如果你要餵牛的話 這裡有啦 牧草 差不多10月 那這是城市商店 自己投吧 這裡 餵木草池 請勿用木草與牛牛拉扯 讓牛 吃舌頭勾住即可以放手 以免被草割傷 喔 因為這個草割傷 然後請勿掛月欄桿 請勿拍打 挑逗牛牛 看起來就是這個點了 大家都這樣拍 只要買三個 你買到這個點了 你買到這點買車 你買到這點決定 你買到這點 不買到這點 不會保濟 快一點 說到這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會晚了 還蠻晚的 那個點就是網美景點 最多人拍的地方 然後一定要跟牛牛合照 那我們進去看一下它的烘焙的東西吧 是從這裡進去嗎 我們來巧克力屋看看 公主缸 這裡就是它的烘焙物吧 看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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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比多多 什麼東西啊 徐...徐緬揚 鹹甜的菠蘿 然後回鍋 這個好像也有時候吃 嗯...我吃過 哇...沒有殺哦 沒有殺心 上來上面吃再冰就好了 好 買完了 買了菠蘿奶紅包 來去送同事吃 好的 那我們現在要去湖尾 從這裡出發到湖尾大概20分左右 千巧苦我覺得還不錯 只要是免門票的 我都覺得不錯 然後還有餵牛的體驗 OK 我們也順利了拍到我們要的 那個景點了 OK 下一站 出發 都到湖尾了 那我們就來吃個 虎珍糖的 虎月燒 帥哦 請敲鐘購買的 虎月燒 恩 牠醫 摸一個原位的虎月燒 對 阿 patrol 阿 słu 阿 unless 阿 阿 買完來隔壁拍照這個就是一套的網美行程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拍的 這些彩球啦 不得不說他這個做的真的是很有質感耶 現在就要開吃了 他上面這一塊是原味的韓籍濃濃乳酪 那加上他萬丹的蜜紅豆 以及他的外皮是現煎的銅鑼蜂蜜煎餅搭配而成 叫做五月燒啊 很煩耶 他上面這一塊是冰的耶 超冰的 然後紅豆非常綿密 超好吃哦 然後再吃上面這一塊冰冰的 大大的提升胃口 那吃起來真的很像紅豆燒啊 他是現做的哦 所以大約要等5至7分鐘左右 這蠻快的 吃完了 OK 下一站離虎增躺 大約一分鐘左右的車程 我們來到了 虎尾鐵橋 原本我是沒有想要落入虎尾鐵橋這個景點的 但是我想說 都已經那麼近了 那就順路過來拍一下好了 然後躺場也在後面而已 虎尾的躺場 大概念一下好了 虎尾鐵橋 他是三線平行軌 唯五分軌與七分軌並置 七分的話他就是可以 作為台鐵的轉運使用 那五分車就是運送物料 但也可以載客的這樣子 這個鐵橋是限定的古蹟 他是見證虎尾塘業發展史 為虎尾塘場最具代表性的建築之一哦 走來這邊 往左邊看 就大概是這樣 蠻快閃的一個景點 我們要去下一個鄉鎮了 結束這個景點 從鐵橋一直延伸到這裡 就可以看到兩台的火車 應該是台坦的火車吧 這個型號是什麼呢 11號蒸汽火車 他是民國16年建造的 330噸的牽引重量 接著中午帶各位來斗南吃這個 同家飯湯 奢侈的飯湯 耶這個是菜單 這個是必吃的 在想要吃120還是吃230 可以放吃嗎 我靠 這也太爽了吧 稍待 え? 聊超多 不知道怎麼吃奇哦 這是我的菜 我喝到好大顆喔好好吃喔 還有小咖啡 冰花 幫你破好的香 還有石井 這個是好好吃吧 這個咬下去可以放那個香味 蝦的香氣 它這一碗230是有份量的喔 我覺得非常值得 CP值很高 重點是聊超多 完食了 分量超大 但是超好吃 超飽 吃飽啦 一個好吃的午餐 造就了一個 開心的下午 我們接著開始下午的行程 喔 超飽 要去散步了 出發下一站 吃完飯湯來到了 他禮物無化園區 也就是 躲南車站 它這裡有 繪本館 漫畫館 電影館 還有環境教育館 生活美學館 等等 晚上來應該是會有開燈 走在這條上面應該是會蠻漂亮的 走在這條上面應該是會蠻漂亮的 這裡就是環境教育館 我們來看看6%電影館 喔 9月的播放片單 2點開始 有一場 今天是 9月 22 有耶 昨日的超級阿嬤 今天的 有用錢的嗎 這裡是廁所 電影館 漫畫館 哇 有火車來了 這裡好像是 一個王妹景點 只是它現在沒有開花了 我看很多人在這個位置拍耶 這個位置 這個好像是 不知道幾月的時候 它會開成 藍紫色的花 這個大概三四月的時候會開那個 許願藤 會有點紫色的 然後搭配這個藝術裝置拍還蠻漂亮的 只是現在不是這個季節 然後裡面是真的可以 坐在位置上面看漫畫這樣子 介紹給你們 大概三四月左右 大約是春天的時候 好的 我們下一站要前往斗六 從斗南到斗六約十分鐘左右 下一站來到了斗六碰鼠森林市集 那因為我現在是平日來 所以 沒有市集 它這個市集是要六日才有的 就是要假日才會有 所以我想 分享這個景點給你們 因為這個點還不錯 很適合小愛子放電 因為這個公園算蠻大的這樣 那現在我們去看 有什麼遊樂設施 我看最多人拍的景點 就是這個 核桃啊 松鼠 在吃的那個 這個是它的 網美景點 第一個 好像很多人都會站在 就是跟芒草搭配這樣 景點一 再來還有下面的那一個 馬賽克的松鼠 就是那一個 那一個是 其中的一個網美景點 那這裡就是可以盪鞦韆啊 小孩子放電的地方 那邊也有 那邊是那個 滑軌的 那我們就是來這裡 有沒有 這個這個 馬賽克松鼠 這很多人拍 應該是 應該是假日的時候這一條 都會是日極 然後小孩子這邊 放完店 覺得口渴了啊 還是想吃冰啊 想吃什麼啊 這邊就是硬油盡油這樣 這個應該也是轉 旋轉的吧 正確喔 哇 這一堆芒草啊 很漂亮耶 就是要給孩子爬的啊 對啦 這個核桃走進去就是 溜滑梯啦 哎呀 怎麼樣 就這樣 溜下去 OK 好這裡有一些 可以休息的地方 碰鼠 碰碰起起 這個廣場呢 就是到了 週末的時候 可能會有街頭藝人的表演啊 還是一些活動 這樣 好 我們從森林那邊 路過了 拽貓 我們來看一下 來亂花錢一下 二夾 多媑 是 我還要講又死了 我來不買 我來不買 看我那兒 我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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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實況輸了 好,拽貓結束了,我們去喝個下午茶 帶你們來進水樓台 吳畔森林咖啡 我們來這邊耍廢一下 然後這個地方是要門票的 門票200 你這邊消費券、咖啡廳跟對面茶館辦手裡的東西都可以消費摺底 旁邊有提供房間也可以比 好,是車 這個是今天必須要門票的一個景點 啊,這個啦 這裡啦,這裡就是大家最常拍的地方 沒錯沒錯,就是這樣 坐在這裡耍廢很爽耶 然後這個門票是200元沒錯,可是呢 它會送你100塊的禮用券 然後你可以在裡面買個飲料 它飲料大致上都是100多啊 那我剛才點了一個鮮奶茶130 所以代表門票折底 需要再付30塊這樣 誒,我的飲料好了 32號 很適合 有更多的 我們都沒有要來 很紅 有更多的 我也可以 快一下 好 好 喔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想說 繞一圈看看 這裡有五彩馬卡龍 沒有 是六彩 六彩馬卡龍 這樣拍過去還蠻有感覺的 真的是很適合發呆 對 這邊的村民每天都可以看 嘿嘿 好 這裡是比較粉的 還有一些 婚紗的感覺 這個叫水教堂 它上面寫的 裡面有人就不方便進去了 心想四層墻 啊 怎麼都沒有東西 哼 因為沒有第一個人 就沒有第二個人 哇 這裡有一個鳥窩 哦 坐上去就可以拍它後面的建築物 欸 有耶 真的很有感 然後也可以上去耶 我們要上去嗎 這比較高 我們區比較矮的 這一個 我上來了 啊 有啦 誤會人家了 在這裡 OK 大概是這樣 準備出去了 準備出去了 下一站 現在我們來到 寧濟浴亭 圓林山水五化園區 一進門就看到這個硬幣 好霸氣喔 還一隻鳳凰的石雕耶 好霸氣 特寫一下 好 往進去了 這是免門票的 這裡就是環境清幽啊 裡面的建築很注重美感 我要去找它的 這一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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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裡有個 越老新軍啊 這一個建築物 這個做工 太細膩了吧 太細膩了吧 這感覺 這感覺什麼地方都有講究風水的 然後 這個造景造得非常舒適 感覺進來了一個豪宅 但是這個 都是很中國風的耶 然後進來到這裡啊 你會感覺到你的心靈會變得非常的平穩 變得非常的安靜 也就是會被這裡的磁場影響 也就是會被這裡的磁場影響 播放的這個音樂是有點 鼓震的聲音嗎 我也不知道 然後聽起來就很舒服 還不錯耶 免門票 寫的很有意義耶 但是像出口它就寫 白石山接若鋪 代表出源驅使 收金水 貴氣回家 老松老伯 蒼翠那福 你看這個燈籠 也蠻屌的 竹子的 哇 超有FU的 這是它的停車場 我覺得後面那邊應該是 遊覽車的停車位 那這邊是屬於小轎車的 還蠻大的 OK 出發 下一站 這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景點 十柳翻譯 1905年 我把這個地方 做為我們今天 雲林一日遊的 最後一站 因為這個地方 具有一個非常 重大的意義 它是一個老站 它是一個老站 是一個非常陽春的火車站 有點日式風格 然後全木頭 而且它是 無人的喔 無人的小火車站 它是 百年木造 地站 附近還有宿舍群的建築 叫做十柳火車站 有點背光耶 這裡有一些照片 看一下 當時的售票吧 我們來看一下別人流氧 期盼您的歷史 故事及建築 可以永遠被看見 聽見 基本上都講幹話的居多耶 好 車站變好看了 我也變好看了 然後 人生無常 大腸包小腸 去旅行吧 我車來了 我車來了 可以蓋上耶 可以蓋上耶 走 走了 另一邊啊 另一邊就不會背光了 然後那邊就是宿舍群吧 我猜 去看一下好了 看起來是沒錯 然後它沒有寫 它是寫的 這個東西 靜止吸煙 那準備來做個結尾了 那今天的雲林 已是有十個景點 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啦 本次的景點 包含吃美食 這個都有加進去 OK 那就是 給你們做個參考 那 以上是今天分享的 如果喜歡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你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朋友 記得幫我訂閱喔 那我們下部旅程見 掰掰 那 在下面